那最近呢 其实Omicron变种出现 引起全球的关注 我想刚才新闻中也提到 有很多观众同时也留言 希望林博士您可以谈一下 Omicron变种的问题 比如说像这位William 他问说 能否请林小旭博士评论Omicron Thanks a lot 那另外一位呢 他是一位英文的观众 他说到就是希望 我想请林博士介绍Omicron变种 如果这个新变种 比以前的变种更糟糕 现在发现了几例呢 为什么世界如此的害怕他 而且在周二呢 就是11月30号 跟周三12月1号的直播中 其实我们都有深入的 比较全面的讲解 目前科学界对于Omicron的变种了解 那大家可以看看前两天的直播 希望对您会有帮助 但是今天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请林博士讲解一下 大家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Omicron引起各国 几乎恐慌式的反应 那各国也开始加快推动 第三剂疫苗的接种 也在加紧恐服药的推行 但是与此同时 林博士除了疫苗 还有恐服药 这两年的时间 科学界是否有其他能够抵抗 变种病毒的发现呢 好那首先来说一下 Omicron的情况 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呢 确实也都有提到了这个Omicron 我今天说的就是一种补充吧 那你可以说今天刚刚看到的一个图表 我也让这个技术人员展示一下 就是看看Omicron 在这个南非跟前两次 这个Beta和Delta 两次传播高分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很明确的就是Omicron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速度是超过了Delta和这个Beta 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来 就是可以在这个感染的人数 和这个所占的比例中 迅速的这个抬升 那这个速度的话 这就是超过了前两次的高分 基本上这一点就可以证实这个变种 它的传播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当然我觉得是整个全球 担心的一个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说这个病毒如果传播很快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在社区中 这个传播是一定会成为现实 几乎是很难挡得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的这些公共卫生的官员 现在也都提到了 就是说像美国已经 就是有确诊的这个Omicron的病例以后 那么基本上这个谈话的角度就说 很可能社区传播 在一定的地方已经进行了 那么英国也是这样判断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就是如果这个Omicron的变种 快速变成社区传播 那问题的核心就转变了 就不再说能不能挡得住 它的这个传播的问题 而是说到底这个Omicron带来的 这个助援率重症率会不会上升 乃至于死亡率会不会上升 那这个就会成为一个关注的一个基点 那现在的我觉得确实 当然从南非那边出来的信息还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 还有很多的争论 那当然有的去强调 现在的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反应是过激的 那因为都还不清楚这个病毒 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疾病 那也有的时候是在这么危险的 这样一个组合型的这个变种出现的情况下 当然要很积极地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即使是非常强力的 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封锁 像这个日本啊 以色列啊等等都有进入两周的 这个对南非的 有的是把国门关起来的 像以色列人把国门给都关起来了 那这么严厉的一种封锁措施 有的人又觉得是很有必要 那当然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Omicron的变种 确实是包含了太多的突变 那提供一点我个人的观察呢 我只觉得这个Omicron变种 更像是在南非 相当于是β和δ变种的 一个重组之后的进一步的突变 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个重组的概念 因为过去这个 大家知道这些不同的变种 不管是αβ、δ变种等等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变种是在一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有之前的变种逐渐地演化 那么这个病毒在感染的人体中 它不断地在突变 在寻找更合适的突变 好像是一种逐渐演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重组就不一样了 重组就相当于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β变种和δ变种 分别都已经找到了一些 非常有效的突变 那如果一个病人同时感染了 这两种病毒 那么快速重组 就是大家你的好的跟我的好的 都加在一起 或者说你的很多的东西 跟我这个很多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超级强的一个毒株 所以这个Omicron的变种 更像是一种重组的变种 而且在南非的这样一个环境中 它确实有几百万艾滋病患者 那么就是有很大的人群 是有这个免疫缺失的 那其实英国的这个α变种出来的时候 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有严重免疫缺失的人身上 演化出来的这么一个α变种 那么在南非呢 如果是有这样的艾滋病患者 他比如说本身自己还在接受爱滋病药物的治疗 因为很多的这个爱滋病患者 他是长期依赖抗病毒的药物 才能够把这个体内的HIV病毒的量给压下来的 对吧 所以他这个本身就可能就长期服用这种抗病毒的药物 针对着病毒的这个方展露酶或者是切割酶等等 它本来就是组合药物 也是那个鸡尾酒疗法 对不对 也是这个Cocktail 那么这里就说有多个药 然后这个人如果感染了β变种 那持续又比较长的话 就是相当于这个Long COVID 一个长效的被COVID感染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也会有其他的治疗方案 他有其他的这个药物 他在服用 对吧 那如果再感染了data 那这个病毒还是没有好 就是这样免疫确实的人 他很容易这个病毒在体内长期的在进行复制 所以就等于给这个病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让它反复的进行 这个就是说 就有机会重组嘛 反复的在进行 相会感染更多的这个细胞就有可能重组 那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变种 当然是很有威胁 而且重组之后 当你在更多的药物的选择下面 那就会激发病毒产生更多的毒病 这也是我个人看到 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Omicron的这个Spike protein 会有这么多的突变突然间爆发出来 这个绝对不是当一的这个选择压力 能够给它造成这样一个一个突变 病毒本身这个突变率也没有这么快 它一定有某个阶段是有重组的是现象发生的 然后在强力的这个药物的选择下来 它就激发它更多的突变 所以我最当心的实际上是看到这个Omicron的这个Spike protein 表面的蛋白有这么多变化 还有我觉得它的这个可能跟Ace受体的结合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病毒已经选择了其他的受体 对于不同的器官组织的感染力 也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病毒的传播力到底有多快 然后病例方面有多大的这个变化 我觉得这都是希望在今后几周内 能够尽快的有数据出来 那么我觉得整个社会就不至于说 只是流于一个猜测到底是这个反应过激还是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我基本上是还是比较担心这个Omicron的这个变种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 现在目前因为这两年多的时间 科学其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点感觉是很被动的来接受这个Omicron的西级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抵御抗变种 就是变种病毒的这种出现呢 对 因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非常一个good timing 一个非常好的实际体育这个问题 因为这么多从Alpha到Delta变种 对不对 大家已经知道了这种丹克隆治疗方案 后再扣服药啊等等 也要推出来了 那么基本上的这个思路 基本上是这个抗病毒药物 或者是丹克隆看抵押等等 那么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 它的这个思路是比较单一的 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些新的研究发现的 它对于这个病毒的这个复制的激励 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也有新的一些药物 其实发现的病毒是有抑制作用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Omicron变种 其实也提醒我们 就是要注意到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也许对这个Omicron变种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 比如说在这个Omicron变种的这个核一颗蛋白上 就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突变 就在203和204这个位置 从这个Arginine变成Lysine 或者在204的位置算是由这个Glycine变成Arginine 这两个氨基酸的这个护化 那这两个突变呢 实际上它看起来 就是说实际上从整个就是到目前为止 把差不多如果你到GCEP这个数据库里面去查的话 差不多1万多个变种的这个序列 都已经检测了对吧 那么其中其实将近30%左右的这个变种 是包含了这个核一颗蛋白的 这个203和204位置的这个突变的 那这个突变呢 它其实会影响到这个核一颗蛋白 能够进入一个液液上分离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名词可能很多人会比较陌生一点 就是Liquid liquid phase separation 那这个名词其实这个现象也是过去几年刚刚意识到 就是对于这个病毒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理 就是大家想一下一下 就是这个病毒呢 当它的这些蛋白 还有它的这个后代的这个病毒癌都产生 以后在这个细胞子里面产生了以后 那它怎么组装在一起呢 对不对 如果没有特殊的这个机理来帮助他们的话 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病毒的蛋白 要运到哪里去啊 谁来指导它呀 病毒怎么组装一起啊 你要有这个核一颗蛋白 对吧 要有病毒的RNA 还有其他的这个非结构蛋白 怎么能够都包装在一起 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 指代的这个病毒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它 你可以想象这个细胞内 这个细胞子里面 其实就像一个湾洋大海一样 那么你这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蛋白 病毒产生的这些小小蛋白 它是怎么样能够跟这个病毒的RNA结合 有哪些细胞的这个辅助因子 能够帮助他们结合啊等等 这些因素呢 其实都要存在 才能够让病毒有效的一个组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当病毒的RNA 如果是裸露的暴露在一些细胞之内的话 其实病毒的RNA 也很容易被很多的细胞的这个酶给它降解掉 对吧 其实细胞也是有这个防徽机制 它知道这是病毒的RNA 它也可以有办法把它降解掉 那么病毒的这个核一颗蛋白 就要把它有效的包裹起来 那包裹起来呢 它又不能够是像这个固体和液体的这个分离一样 对吧 如果是固体和液体的分离 这个好像这个病毒是个固体的颗粒 它不就掉下来了吗 就缠练下来了吗 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那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液液相分离 它就是脂环境在这个细胞之里面 一个形成一个微小的一个脂环境 帮助这个病毒形成一个复制的一个环境 那这样的一种液液相分离 对于病毒有效的形成它的后代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这张图里面就给大家显示 就是一开始的话 这个病毒的RNA它跟这个核一颗蛋白结合 就好像只是一个长链 勾了一个尾巴似的 但是这个核一颗蛋白 它在这里面的不同的这个片段 它也有不同的阿法贝塔构相等等 当它结合了病毒RNA 它会进行构相重组 然后呢如果有合适的这个状态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液液台分离 让它形成一个包裹状 对吧 那么就把病毒的RNA包含在里面了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病毒组装的一个微环境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激励 其实过去在研究中 其实我们做过一些突变 就是说如果病毒的这个核一颗蛋白 你把它个别的微点突变以后呢 这个病毒呢 在细胞内即使能够形成这种颗粒状的东西 但是它是被卡在这个细胞里面的 它是出不来的 不能够从细胞内分离出来的 就是说这些突变是很 就是说这个核一颗蛋白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构蛋白 如果它产生突变 会有可能使得病毒组装失效 或者是流产 或者是产生的后代是没有感染力的 就相当于产生一个无能的后代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是说 整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精密调控的 所以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液态分离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就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两个突变呢 这个203和204未典的两个突变呢 其实是有帮助于 这个病毒形成液态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帮助病毒更有效的复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两个突变为什么会在目前的这么多 已经检测检测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变种之中呢 占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优势 就说明这个突变是很有效的 帮助病毒进行复制产生后代的 所以这个Omicron变种呢 它其实也包含了这两个突变 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把大家的聚焦点 从这个非常非常多突变的 Spike protein这个集图蛋白 转移到这个核一颗蛋白上来看一看 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病毒 就是这个病毒 我们刚才说它发生重组 可能不仅仅只是 就是某个位点当一的重组 可能有多个位点的这种交叉重组的问题 所以它才会积累了很多不同病毒的 这个有效的 不同病毒变种的有效的突变 那么我们可以再回到这张图听好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核一颗蛋白的突变 对于整个病毒的构像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其实这个Omicron变毒 还有这个E protein的突变 还有膜蛋白的突变等等 Nsp6这是非结构性的蛋白突变 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病毒的构像 而且实际上最新的 今天只好看到的信息 实际上连这个赤兔蛋白上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681 这边写的是P681H 对吧 转变成Histatin的这么一个突变 实际上现在也发现在转成Arginine 而这个P6812实际上就是这个 Delta变种中非常有效的一个突变 使得Delta变种的传播力 大大增强的一个突变 所以其实这个Omicron也还在变化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么刚才就回到我们说 这个核一颗蛋白的突变 那这个核一颗蛋白的突变 就发现它也有力地抑制了 抗病毒的干扰素的产生 那就是因为你对Inimmunity 就是原生的免疫力来说 这个干扰素产生是抗病毒的 很重要的机制 所以一型的干扰素 Alpha Beta等等都非常关键 那比如说像Beta干扰素之类的 它其实是可以抑制病毒的 很多的环节 从病毒入侵 转入 复制组装过程中 这个Beta干扰素都能够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那么就发现这个变种的病毒 如果包含了这两个核一颗蛋白的突变的话 是能够有效地抑制Beta干扰素的产生 特别是就这张图里面 就是说你经过三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 不同时间对照后也都发现 这个突变是能够带来 对干扰素产生进行的 有一个抑制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这个病毒的突变 其实上在破坏免疫系统 来应对这个病毒 那再看下一张图 那么就是说大家知道了 这个核一颗蛋白的突变 会带来这样的效果 所以科学家他就开始想 有没有什么样的药物 过去已经发现了 实际上是针对病毒的液态分离 是有相反的作用的 我如果有个药物 能够抑制病毒进入这种液态分离 但它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 组装病毒的环境的话 那不就是一个 有可能能够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吗 正好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 有一些研究针对不同的病毒 包括HIV还有HSV等等 那么都发现 大家从绿茶中分离出来的 这些额茶树的成分 包括比如说GCG EGCG等等 它是能够有效的抑制病毒的复制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激励就是破坏 病毒组装的液态分离的 所以正好现在 我们看到这个Omicron 也包含了这个病毒 所以就会让人自然的联想到 会不会这些药物 对于将来是不是也有新的研究 会出来证明 这一些从绿茶中分离出来的药物 对于这个Omicron变种 会不会也有作用呢 对不对 会不会有 今后很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呢 我这边可能是给一些作用的一个 hint 他们可以抓紧做这个研究 也许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报道出来 那根据之前的 对于其他这个SARS-CoV-2的病毒 所做的研究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从绿茶中的提取物 这个EGCG的话呢 它是能够有效地破坏病毒的这个液态分离 然后呢 而且呢 它对于这个细胞这个病变呢 它是有一个Dose Dependent的 就是根据不同的浓度 是有一个逐渐加强的一个效应 所以可以证明这个药物 是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抑制浓度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有效的抑制浓度 那这一点呢 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 可能会有点惊讶 觉得就是这个绿茶嘛 本来就是觉得一种常规的概念 你就是一个帮助大家消化呀 或者是帮助你呼吸系统呢 这样的一个平常 这个饮用的一个饮品 对不对 那么当然从中医角度来说 绿茶有很多很多的功效 那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想到 这个其实绿茶的提取物 它其实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抑制病毒复制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我就是在过去几年里面 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文章 针对不同的病毒出来 只是就这方面的研究说起来 是稍微遗憾一点 就是说没有太引起重视吧 那实际上从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找到 它的一个有效的抑制浓度 你作为一个浓度的 不同梯度的这个分析的话呢 你就可以找到它这个IC50 就是50%的抑制浓度 差不多是44.4 way more 就是也不是浓度太高 就是说那个概念不是说你要有 很大量的这个绿茶的提取物才能起到抑制作用 那当然这个都是体外的实验 这个跟体内还不太一样 但至少说明这个化学成分 这个绿茶中提取的化学成分是还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发现 因为这是从自然 这种产生的这个植物 分离出来的一个成分 对吧 并不是完全是化学合成的一个产物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至于这个绿茶中的提取物 是不是只能够抑制 这个病毒组装的这个液态分离 是不是只有这一点功用呢 那也有研究方面还不仅于此 那实际上也有刚才就是显示那张图 就是另外一个研究也发现了 就是在细胞与生物学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研究 他也发现如果你把绿茶做一个简单的过滤 然后再做一步进一步的这个稀释 每次稀释都稀释两倍以上 那么你把这样的绿茶的过滤物 然后把它跟这个细胞一起incubate 一起就是一起培养 那么然后就加上病毒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绿茶这样一个过滤物 它对病毒也有一致作用 所以就可以看到下一张图里面 我们就看到这个绿茶稀释的倍数 其实就会看到 这个当然越稀释它这个作用就会降低 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你也是看到一个都是dependent的 但这个当然就是说基本都是体外的 我觉得这就是很客观的说 这个当然是这个研究的一个局限 但是它也体现一点 就是说这个绿茶提取物总的过滤物 还不是提取物总的过滤物 它也有这样的抑制效果 那么当然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 那其中哪个成分是最有效 就这个西方的这个思路 肯定是要把它分解开来 对不对 那就是要追踪到哪一个是有效的成分 那下一张图就是强调 就是同时也做了对其他的变种 那个就是α β 还有第六一世纪 等等这些变种 对于这个绿茶的这个稀释物的 这个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效应 就是绿茶稀释物 其实还是在比较 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成分上 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抑制的一个效果 那再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就是专门强调 这个绿茶中的提取物 不是它的稀释物了 那么这就是一级稀计 那么它在就是在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 给它了两个浓度的测试 50V模和100V模的浓度进行测试 那么基本上都是可以 比较有效的意识降低了 就是降低到30%左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意识还是比较有效的 而且针对不同的α β 变种等等 那这个研究稍微早几个月 所以还没有把这个 Delta变种加进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但至少就说明 这个EGCG的这个激励是作用的 是起作用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里面我们就强调 其实当然绿茶的这个 其中重要的成分就是额茶树 那额茶树它有四大类 包括EC EGC ECG还有EGCG 这个名字很长 叫表墨石子二茶树 墨石子酸值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它EGCG好了 如果你针对这几个不同的 这个二茶树的成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看哪一个对病毒的 这个复制有益值作用的话 那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是 ECG和EGC比较有用 而EC相对来说就比较差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茶叶中的 这个二茶树的成分里面有多种 其实对于这个病毒的 肤质是可以起到一个抑制作用 那如果进一步分析一下 这个EGCG到底是怎么抑制呢 是不是病毒入侵了这个细胞以后 它还能够抑制到病毒的这个肤质呢 还是说抑制了病毒入侵细胞呢 所以这个实验呢 那它就是把这个EGCG 要么先跟病毒这个进行处理 或者是先让这个细胞接受 这个EGCG的这个处理 然后你就把病毒加进去 那么在这几种实验中 我们就说都发现 你只要在这个病毒还没有 入侵到细胞之前 处理了细胞或者处理了病毒的话 它都能够有效地抑制病毒 入侵这个细胞 而如果这个病毒 已经跟细胞接触了六个小时 那基本上这个病毒就已经被内吞到细胞里面去 就说这个感染已经发生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再加EGCG就没有效果 所以这个实验就基本上是说明 这个EGCG主要是 抑制病毒的这个入侵的过程 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病毒跟这个 Ace2受体的这个结合的这方面的问题 好 那么再看下一张图 那么这个EGCG的这个作用呢 其实在过去呢 就是也发现针对不同的这个病毒 都有类似这个抑制的作用 那问题就是说 对于这些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嘛 其实对于现在的西方科学 往往把它归到这个叫做 CAM complementary alternative medicine 就是辅助性的 还有这个替代性的这个 医学方案里面去理解它 所以它并没有太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实际上这张图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EGCG对很多的不同类型的病毒 是有作用的 像这个抛诊病毒 腺病毒 流感病毒 HIV等等都有作用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 不同的病毒类型 因为有的是DNA病毒 有的是单链的RNA病毒 有的是Negative strain 有的是Postive strain的这个RNA病毒 都不一样的病毒 而这个EGCG都有这个抑制作用的话 说明它这个作用是比较官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本来应该引起这个科学更大的 这个重视的 但是呢我觉得整个西医的思路 当然相对来说 它是比较排斥这个传统中医的 所以你提到这个绿茶的话 你是从绿茶中的提取物 就很容易的就是被很多传统的 这个思维就把它排斥到 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Chem Complementary 就是辅助性的或者替代性的医疗方案 其实当然这个NIH也有专门的资金 也有专门的部门是专门拨款 是要研究这方面的医学 从不同的这个植物中提取不同的成分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抗病毒 抗细菌的这个效果等等 有这样的部门 但是这个是在NIH研究资金里面 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就是这一部分的这个研究 其实一直是都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的 而这过去几年里面中发现了 这个EGCG对这些不同的病毒 有意思作用了 这个东西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这个重视 也没有媒体去来报道 当然它还没有到真正研发出一个 某一个这个提取物 就是如何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计量下 什么样的生产工艺下 能够把它商业化 能够变成一种药物 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 但至少我觉得这个观察是很重要的 这个发现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大家也应该打开思路 就是说想一想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吧 因为这个自然界赋予我们人类生命 对吧 但其实也赋予了我们很多生命的同伴 对吧 各种各样的这个动植物啊等等 对不对 那这些植物 你按照印第安人的思路的话 每一个植物其实都是神赋予给人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伴侣 它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植物 其实对人的话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治疗作用 甚至突然这个也都能够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人们的这个 这方面的思路可以打开一点 不完全只是局限在说 一定要经过这种化学合成的药物 反反复的这个化学分子的修改 来修饰啊 然后加强它的这个药性啊等等 从这条思路去做 而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有效的成分 这是一种做法 那当然你如果能够更有效的理解 这个一个自然物之中 或者是植物之中的 那不同成分的相互的作用 怎么样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 以及帮助病人稳定健康状况 一个综合的效应的话 我觉得也会更好 但现在呢 当然整体的还是这个西方医学 这个按照好像分离 分析化学这样一个思路 它其实还是一个 一个比较局限的一个方法论吧 所以总的来说 这次呢就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绿茶提出的功用告诉给大家 也不是说大家喝了绿茶 就一定能够抑制这个病毒 抑制这个Omicron 那至少说平常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比如说健康习惯 很多人喝茶喝绿茶 因为我记得台湾也有研究说 那个台湾的红茶也有很好的 这个抑制病毒的作用 那我觉得有这个习惯就是好的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这些茶叶的成分的话 当然你有很多茶叶 不同的烘焙的机制 当然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总的来说 现在其实已经发现了 这个绿茶中的这些TGU 这个EGCG等等 其实不仅仅是看病毒 看细菌 多种多样的细菌 各种各样的E.coli 还有这个Steffi等等 还有看真菌的这个作用 那我就接下来想跟小旭博士 是讨论 因为刚才您说到中医跟西医嘛 中医跟西医现在对于 食物功效的论证上 其实有个很有趣的差别 我举个例子 像中医他会说 绿茶清热解毒 但西医就会讲 拿您刚才讲的 这个细胞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写到了 把绿茶放在杯子里 然后泡30秒摇晃5到6次 然后用0.22μm的过滤器 再过滤 连续两次的稀释 然后再拿来做实验 所以我想请教小旭博士 您怎么看待这个差别呢 这个就是对整个生命的特点的 一个不同角度去认识它 对于这个西方医学 你刚才说提到这个 这个茶叶 你还得用这个过滤器 把0.22μm的这么一个过滤器去过滤 对吧 你觉得把杂质给去掉了 对不对 然后你再进行稀释 当然这是西方的一种失落 但实际上 我觉得中医的这个理解 可能更接近于自然界中 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分 它是要一个微妙的 非常有智慧的这种平衡 是非常相关联的 它还不仅是平衡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种 非常有机的配合的一个机制 还不简单是平衡 它是一个和谐的相互协调 相互抑制 就是各种的 有的是相互扶持 有的是相互抑制的 这样一个不同的机理 所以这个中医里面 其实你很多药物 对不对 它不是只给你 你去找中医 它不是给你一个单一的药方 对不对 它在里面已经 或者不是单一的成分 这药方里面包含了好几个 有的是扶持的 有的是针对病症的打击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医上 特别强调人体的机理的 能够有一个动态的稳定的系统 一个平衡的系统 一个和谐的系统 这个我觉得是中医 从这个角度来说 更看重身体全方位的健康 那当然西医方面 就是说你走分离的这条路 刚才你这个茶叶的东西 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对吧 也很形象的例子 但是实际上你 如果细致的看下去 它其实是 它只局限到某个单一的 这个东西的一个功效 但是这个东西 脱离它的环境以后 其实就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其实即使是 现在分子生物学 很多人都知道 通过比如说晶体结晶 我就可以有效的了解到 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像 通过这种结晶的方法 但实际上你如果客观的想一想 这个结晶是什么的 结晶是这个蛋白脱离了 这个水的环境以后 才形成的构像 所以实际上 这个现在很多分析出来的 这个蛋白质的 这个结晶以后的构像 实际上你是脱离了 这个蛋白存在在自然的 这个细胞环境中的构像 还是有区别的 会保持一部分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就是你走分离这条路 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局限的 那实际上我个人当然实际上 也是挺欣赏中医的 因为我小时候的病 它就是中医治好的 我小时候有这个哮喘 就是靠中医 中医治好的 中医强调是苦柚子 苦柚子 我按照中医 那时是福州的一个老中医 给我治好的 他是特别强调 每天晚上午夜 12点准时要起来吃苦柚子的枝 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就治好了 这个不是什么任何这个西药的效果 所以你说从我个人经历来说 我当然知道中医有它非常奥妙的东西 它知道静络 知道这个人体身体的方方面面的平衡等等 对不对 那西药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生命核物质 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局限 所以我觉得人们最主要的是 一定要有一个open mind 现在有的时候社会上有的人抨击中医 但中医有它现在必装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客观的存量 哪些是精华 哪些是糟粕 对不对 非常感谢小旭博士个人的这个分享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对于食物改善疾病的方法 其实您刚才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说一方面有一点观点 就认为说食物本身所含的成分 有效成分是太少了 需要提取来制成成药 才能制成药物 才能够起到对抗疾病的作用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食物是大自然中的 自然生长的 适合人体的 所以里面含有的各种成分 都可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所以单独提取的某种成分 对人体更有帮助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教您 您对这两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呢 当然对人体 你处在比如说疾病状态下 那么你比如说你特别缺失 某一样的这个营养成分 那么进行补充的时候 你当然这个 你就特别提取出来增加一定的量 不管是维生素还是某些钙 各种各种的成分 当你特别缺失的时候 你特别的补充 我觉得是合理的一种做法 但是对正常的保健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当然是均衡的营养 我觉得是更好 自然界提取的物质 就是说你去提取它的物质 往往都已经损失了 其他的一些有效的成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正常的饮食我觉得是均衡为好 那么治疗方面 其实也应该注意到 就是说你也不能够 对某一些的这个药物 我觉得用量过分 就是说你 因为它本来提取的就是 就是very potent嘛 就非常有效 但是很有效的情况下 很可能就是它的副作用 同时也就会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个人的建议是说 这个反正对医生来说 他都是用药量 一定要根据不同的病人 来酌情考虑的 不是说所有的药量 对同样所有的病人都合用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能够说因为要治某一个病 而带来其他的这个副作用 带来你本来要治肺病 但是带来了肾脏的损伤 这个对不对 那这个也许适得其反 所以我觉得还是强调一个均衡的 这个方法会更好一点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每一个订阅键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同时帮助我们把疫情的最新消息带给大家 只要您点击荧幕右下角的频道订阅键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了 当然同时也要非常感谢 长期支持健康一加一防疫 身心灵频道的朋友们 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健康的资讯 也不要忘记分享频道给您的家人跟朋友